字幕提供 早安 早安 歡迎大家收看《開市休線題》 星期五是這樣的 今天有一個很騰訊的現象 就是得她跌 很騰訊 整份業績對於我來說是很失望的 為什麼呢 大行我覺得算是好 大行的看法是沒有驚訝 但我覺得很失望 手遊沒有東西 整個大數的增長又不行 雖然逆後輸換 無論如何都沒有理想 但也不是這樣 但我又覺得 如果讓我去評論的話 昨天我給了一個大台 在每個環節 在每個環節 然後呢 我認為這份業績不太能夠推倒股價 那它跌不跌呢 其實是市場反應 你說騰訊份業績是否真的很差 預算是按季有倒退的 而且在裡面的毛利率 特別是增值服務 即是遊戲那裡 其實是可以的 只不過呢 你剛好這個季度 又沒有什麼特別的新遊戲 它說來講 它還是王者榮耀和Plug G 那你買遊戲的話 那你買遊戲的話 那你買網耳 如果你說買其他Clickline的東西 那又未至於說 真是很帥仔的業績 特別是 如果幾大量來講 它金融基礎建設那裡的增長是多厲害 是的 它有加上雲 雲那邊 但是呢 我昨天在某一大台講的東西 就是門擠的 其實它去年是低基數的 因為去年都真的少了人出街 即我講一月至三月 是用微信支付的 因為微信支付有很多實體的東西 是在嘴面那裡 是嘟的 它只在網上買東西就差一點 因為你網購通常是支付寶 它們分得很開的 是的 但是你說這份業績 會有第一天這些 好像很似 其實川六百呢 其實過去那一陣子 就是在想是否衝進去 那我就很簡單 Yumi 那你又看那些 Magic Number 595 配股的Magic Number 南非 南非 頂還是底 不知是你喜歡 南非的配股價 大股東的配股價 你說頂很恐怖 我不知道 我當底 現在就變了頂 595,000 那你就放一替 如果業績不行的話 你搏了投資者 你需要做一做動作 例如說我當你605元買 你純粹搏業績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以 不如斬一點 然後調去其他股份 因為會快很多 我就純粹以那個 Opportunity Cost去看 還有近段時間 資金是不是很長久地 一定湧進去所有科網股 是要觀察的 這是現象來的 OK 都立下眼大行的看法 普遍都是下調了他的目標價位 暫時九點半左右 我收了三份 大和、麥格里和瑞尚都分別下調了 自己看 下調完之後 去到719至850元的評級 維持不變 全部都是賣入 跑贏大股 其實除了我剛才提到的 沒有驚喜 還有大和的 沒有意義上的驚喜之外 其實他們都針對戰略的投資 我剛才不是說的 第一件失望的就是 手遊 因為騰訊也是賣他的遊戲 但竟然被網易那邊跑上來 第二件事就是 他跟隨你 當然未必說跟隨的 我想一個方向都是這樣做的 人家先叫你出 他是騰訊其後的 但是他是將 接下來的盈利的增量和增幅 就會投放在他三大戰略投資 其實報告中也提到 包括SARS 我想SARS會不會有利於微盟 這個後講 第二件事就是 放進遊戲 繼續買東西 投資 第三件事 我忘記了 第三件事是什麼 短視頻和長視頻的融合 我說要整合長短視頻的業務 變成一塊東西 因為看重短視頻方面的發展 這裏為什麼有失望的地方 我都認同大行的看法 會影響利潤率 那是要放進去 還有投資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有回報 但你剛才說的三件事 最初兩件事就需要時間去看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有回報 甚至不知道有沒有回報 即是投資遊戲 遊戲 SARS 你投資SARS 之後 SARS都是今天新鮮的東西 那你怎樣去做呢 這裡慢慢看 我投資SARS的供應商 為什麼我想起微盟 另外 如果你說即時會有反應 就是長短視頻 你明天就可以結合併 合併了 那就可以完成了 整件事 之後就搞短視頻 可能有些競爭要做 那裏是要有些投放的 這部分會影響利潤率 因為短視頻也是一個非常競爭大的市場 還有騰訊以往在這個類別中 就輸得很厲害 因為它還是長視頻多 它那個廣告 它本身的直播 很多東西都來自於一些 license 譬如說 廣騰上還是講NBA 你給錢進去看NBA 除了買夠播影拳 其實它也投放自己製作一些節目 有 它有電視劇 越文也有大堆 但是短視頻這邊 它就被快手 字字跳動那邊 打得很厲害 所以它這樣投放以後 看看它有什麼做 但是你說它那個投放上面來說 我就沒有說你爸爸那麼擔心 或者是京東那邊 因為美團也是 因為他們那邊投放下去 其實最主要都是一些 譬如說生鮮業務 社區團購 我覺得那些消費更加多 而且那部分是監管當局看到最正的位置 有這麼說 因為它有些聯營公司 所以你看到那裡的數字是動了很多 是的 但是騰訊呢 其實它投資短視頻 現在這些東西 就不是很監管當局看著的東西 我覺得很容易 就是欣笑 長短視頻 我當作最小為例 拍了一套劇 我就好像谷阿牧 把他剪掉一套 這樣就可以了 很容易 但它領事的位置 就是在內容上 真的要做一些動作 不是疑似創作 疑似創作 都是監管一個封眼 是的 那些快手 或者其他短視頻平台 都像個靈的東西 那就慢慢看 但是 又的確 沒有良點 是啊 你強行 叫我找些顏色 我真的只有雲 雲 科技沒有 我不用買它 我買它的軟件就可以了 我去買美股更加多 因為他們看的時候 就是很簡單 它真的是環球 科技股一起看 它不只是ATMX 是啊 所以 我不是嘗試去解釋 它今天的跌勢 你不就讓它跌一下 但是 我只是提醒一句 很吸引 如果它跌下去 你是博業職的話 你要工作 你不可以不理 沒有課 沒有課 心養 你不就等下星期一 為什麼要今天罵 是啊 已經一定要 不是啊 你五九不是magic card 不是magic number 但我600元已經很magic 你很magic 你的magic number已經穿了 然後我說穿了 那你就等它跌一下 好啦 因為騰訊這次 其實原先都不是 與它太有期望 你見過股價 我覺得沒有以前 古王的風範 即是不再衝勁 不過這陣子也是 對於那個規矽 沒有太多衝勁 除了有幫 其他沒有怎樣炒作 譬如說京東 網易這些 就是有驚喜 我覺得業績是漂亮的 但是 700等500 未免太誇張了吧 500又難一點 對 你不要按什麼 什麼 580 給它跌20元 給它跌20元 好 昨天 大台一定要逼我 說目標價 我就這樣說 620元 很少 即是很 因為業績 我看不到有東西 但我不知道它跌不跌 待會今天市場 和你升三八點 我怎麼知道它跌不跌 上面如果你說蟹貨區 算得正 應該是640元 但是 不算這顆 對 現在首要條件 先回到五六百元 很簡單 看看其他有沒有突破機會 因為很多隻 其實樣子都很像 3690就不了 然後 你剛才看過也不錯 但其實仍然是 押了在蟹貨區以下 三百元 三百元以下 其實真的三百元 樓上才會叫做 走勢改善 是啊 之後呢 就枉耳 我覺得今天 為什麼我開頭 唯獨是騰訊跌的呢 即是當阿里巴巴都在升的時候 騰訊沒有辦法 或者如果你是看那麼多份 所謂的英文字母的話 很明顯我們看到有一隻 但不是很關他們的 其實就應該看一隻 小米成功突破環行區 又或者 成功突破 大哥 可不可以成功回到我家鄉 二十七元是個大位 看一幅圖 你看到的 是N的頂 是N的頂 他今天大成交 看完今天 今天呢 下午 真的突破到 這樣就搞定了 搞定 因為昨天就很貴多北水素的 不知道為什麼 有觀眾說 我快回到我家鄉圍 我也有追蹤的 我是三十元 但是三十元我就走了 那你覆圖 你就看那個頂 你去看看他怎樣 很簡單的 又是 同一個模式 有支針 有支針 有支阻音竹 他就走了 真的很簡單 然後 怎樣突破上去 下個星期有業績 他的業績 反而不是那麼差 走季度 但我不知道他之後 之後 不知道再算 你看到印度 因為我很奇怪 為什麼印度 他會說的 現在和出貨量的 調查裡面 都看到他不是那麼差 是有影響 股價是沒有事 是有影響 但其實他跌下去 但是 那個晶片問題 和他的庫存問題 沒有其他中國品牌那麼緊張 因為最主要 小米的銷售渠道 都是網上的 你OPPO 或者其他那些 銷售去印度 銷售去 我們叫做 比較落後一點的國家 其實真的 我不是說印度落後 他那個銷售渠道 真的落實體店 小米不是 小米是網上賣的 那時候他講歐洲也是 因為 對上一份業績 其實歐洲疫情也很厲害 但為什麼他在歐洲 可以搶那個 銷售渠道這麼大 他自己也有假設 就是在那個 網上購買 大洞售渠道 所以這個套用在印度那邊 那我也可以 好了 我看有觀眾 錯了 我上一次 看見到嗎 我不是輸那個卵 我打算突破27元 然後 回了多久才到現在 幸好 我正猜 夠錯得 我走了 幸好我夠錯得 好吧 那我見有觀眾 Felix 那些就問你 你先拿著 26.95元 那些 那你去到 剛才他說的 30元 你突破27元 一定是在圖圖看的 假突破 你怕假突破 你就看今天收市 對 剛才也有這樣說 會不會小米的業績 剛才也有說到 希望是OK 還有應該有驚喜 起碼沒有騰訊 你不行的 你怕的 你就炒到下星期三 他下星期三收市出業績 對 那你就去看這幾元 好 接著呢 另外一隻 是否可以說是心水 妄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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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他今天 小GAP 上去 去到這個 下跌列口區 開始突破完之後 賞回這樣的款 賞回這樣的款 賞回 那他就真的 應該像是突破了上去 是的 是的 那你又怕那些小米 那些 大家是這樣的 你畏手畏味的話 是有機會不是這樣 譬如說 今天成功突破 然後他一下子衝上去 有多少 他一下子衝上去 八九 接著是回的 接著他會這樣 我也是那句 你可以等待今天收市 但他連續兩棍 而且他出了業績 所以就像是突破 我覺得 大家又不要完全 真的要這麼安全去買科網股 這樣很難玩 還有 最初我又想到 他的遊戲 pipeline 還可以 接下來的新遊戲 還可以 但這種心態 又未必可以放長一點 我想 其實說真的 遊戲 pipeline 在先前那段 我們都知道 你猜今天出了業績才知道 因為那堆新遊戲 都是上一份的業績 也有看到 他們都會出來的 那些Blizzard那堆 那些Harry Potter那堆 那些全部都在 Pokemon 是有一大堆的 禍戒 你說是不是真的受歡迎 其實反而是真的要出來才知道 但至少 他的遊戲 pipeline 就比騰訊那些 騰訊那些 騰訊那些 但我看來看 他看不明白 中一下東西 沒有太多特別的東西 或者比較多一些 內地的遊戲 我就不太知道 究竟是不是真的受歡迎 騰訊那些 王者榮耀英雄聯盟 之後 有一個天涯明月刀 他自己就說 很受歡迎 但我感受不到 我也有看他的 內地遊戲 排行榜那些 多了很多新奇的名 不再是騰訊的天下 其實這個 我現在只是看一個榜 因為 總之騰訊那類別的遊戲 是我在 打了幾成二十年 都不會接觸那類型的遊戲 很多 我們稱為中式RPG 即是那種 中式的浴城 你還在打嗎 我有 不過已經少了很多 我現在玩XBOX 近來就是Resident Evil 但我純粹看榜 他們是受不受歡迎 如果你說下載數 都有一定的反應 但網易 302那些 我不是叫大家買302 但我會看得懂一點 裡面的遊戲 是我玩過的 但是這些 去到二三四線那些 其實是不是很放心下去 當然 其實前一陣子 上一個星期 很多科技技術入面 二三四線那些 其實是夾上來的 是 但是不是也差不多 遊戲股 我就一般般 我不反對大家差那種 302 302我比較多的戒心 就是 先前說 他跟華為合作的 雲 那個遊戲 他就真的 每次都在那裡 日出之針 我整天不太喜歡 這隻股份 就太多太多 這些 我們叫春光鴨 一有消息 就是 取消利 每次都是這樣 所以 我就不太喜歡 反而 就比較 走勢的人 有些人不太喜歡 但是我覺得 好像比較要的 那隻2400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會 容易解僱一些 這樣 他是平坦一些 但是 其實那個 平坦有20元 那我就會容易解僱一些 那個勢 現在買 70元 50元 打走 我會覺得這樣 裡面的遊戲 也是 心動公司裡面的遊戲 看來看去 我只是看過榜 很研究者 看的 試的遊戲 不知道做什麼 我差一點點 沒有什麼 但遊戲對我來說 沒有什麼感覺 但有一兩隻 好像很厲害 他們又不可以看笑 但你覺不覺 最近 如果你看藍籌股的分佈 昨天爆氣車股 現在 安踏 海底撈 進與光學 新洲 加上剛才所說的小米 好像在找東西來的 但我又不覺得市場真的那麼差 今個星期 又說到很激動 本來就是五窮月 上個星期應該好像承接著大跌市 兩萬六 打穿兩萬七千五 很多這些事情 今個星期又說 IFC排隊 除了結衣BB之外 你要想的就是 我又炒空虛擬貨幣 又炒空美股 很多事情這樣想 但下去下去 可能生指數又是兩萬八千五 然後你又會發覺 如果市場真的這麼差的話 那些錢沒有理由撈下去 雲服務 又沒有理由撈下去 汽車股 有一大堆很弱勢的板 是有錢撈 有解釋的 就是說 那些資源股GG 航運股又回了 那些錢要賺錢炒的話 那就倒進去 追回一些落後 說殘股 是的 但是如果你說 剛才看明元運 之前五個交易日前 是殘的 但是 要夠膽做才行 明元運當然 他自己有自己的資金 送下去三元再衝 但是 我又覺得 我反映市場的程度上 也不是真的那麼差 因為那些錢是存在的 而且配股也做得到 是呀 三七三八 爆薄 爆薄 咦 咦 杜生的薄 折釀9% 是自己的油 是呀 我聽你說過 是呀 我聽你說過 只是穿了個裝 那是 他配到 不要說什麼 如果你說這麼多隻配股的話 316 316那堆 316每次配完股之後 都會有很大的反應 是啊 但是你會發覺 配完之後 配完之後 是行性快的 這東西很神奇 這個一個裂口 兩個裂口 三次 三個裂口 那次就是李嘉誠配 你配了下來 害怕那一刻 大佬這樣跌 然後他又會再上來 又配 又配 再上 當然 這些浪浪是要的 始終一下會回到75 還有這次 狂運股是整批散的 然後再隔起 然後再配 不過他每次隔起 我這樣拉都會向下跌 對 向下跌 那個頂是一浪低一浪的 是不漂亮的 但是 也有些錢去試 我會覺得 咦 是否真的可以試這隻 我不試這隻 我是1919的 哎呀 你好煩啊 我是1919的 我為什麼說1919 然後我為什麼要這樣 不斷推人買316 三個明知他繼續配 有些人在散水 1919我不是說沒有人散水 只不過還沒有散 那我就這樣去玩 韓運股 我這隻還有 但有些資源股我就沒有了 不過資源股真的不行 韓運股 是不是還可以衝憬 你那種業績應該都還可以 資源股我開始會有分別 我真的發覺我的358 可能前景上會比較好 跟回國際銅股 是啊 我也是這樣想 因為銅股 這個物體 在內地 其實那個供應 又不是真的這麼多 雖然你說幾大銅股 都已經控制了 在這個市場上面 某一個%的供應 其實都挺厲害的 如果你說三間公司 358 1208 和2899 它都是鎖住了一些 叫做全世界最大的銅股 但是 一是 我經常說的 如果你在指導價裏面 做事 或是關閉 的話 出廠價是有問題的 就是說 鋼股 要用鐵礦石 鋁 那些 可能會有大堆問題 但是 跟這件事 要是你壓低它的需求 要是你將你的GDP 不斷負責 但我看不到這件事 要是你不要蓋電動車 要是你不要蓋房子 如果你是這樣 那沒什麼話說 那我就給你 看法 我只是看法 我現在還沒有貨 那我就會等它跌定 才買回來 如果你說要資源股去罵 我會罵三五百 但是其他降 但是什麼位置 如果跌定的時候 你看那個下面 看什麼位置 我真的看著一條線 那一條五十天 那一條五十天 應該還有一條一百天 你看那一條一百天的話 都 這個 十六個四 它上次衝上去二十二三元 然後 實在殺到這個位置 神經病 就是 它可以一升升多少 上一層是由十四個多 撐上二十二元 就是同價第一次標頂 然後一殺殺下來 然後再殺上去 如果你說再殺下來 我用一把天線 對 它受不了我會試 對 不行就有它 其他那些 煤、鋼 不要搞了 因為始終是看國內的情況 比較多 是 那個就直接控制到 因為煤真的可以加大功能 是啊 那另外 如果你說去到 新、升降機那些 那就間接一點 煤呢 哇 跌一點 因為跌很多 對 但是我又覺得 不用這麼心急 或者不要管它 對 加上一些鋼 回穩一點 但是也不要 你鋼其實也很容易 對 因為 它釋放儲備 加進口 對 不搞坦中和嗎 可能短期做 對 那就慢慢看 好 航運呢 就回答問題 Thomas問太平洋航 黃2343 可以嗎 2343 會比起1919 有一件事沒有那麼好處 就是 它會和資源價格敏感 所以 買也是試 因為運送 對 有什麼會影響國際資源價格呢 你要看看美金會不會上 近幾段時間 它說會收稅 但是它會補一句 我經常衝出來 說完之後 就會補一句 最重要是看數據 還有很短期的時間 那你試一下 可不可以駁回上三個 好 去Bread之前 也有觀眾留意到 今天恆子貴劍 收視之後 我見有位觀眾 也說騰訊 我對無暢好 而且也要留意著 而且它真的會減肥重 CAP位 由10%下調到8% 它一定會受影響 有幫也是 今天現在似乎是一個業績的反應 它公佈了才會再做 下個星期 真的595元 壞鬼 剛剛好 那究竟這個是抵抵還是扔 你剛才說什麼 扔嗎 我不知道它是抵抵還是扔 我是古老 說話很保守 戴頭批 是這樣 不是 騰上我沒有太大的 不是叫衝勁 衝勁已經沒有了 對不起 是沒有感覺 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以前我們做記者的時候 是很衝勁看他的業績 是很興奮的 昨天其實沒有什麼 你見過我都沒有訊息 然後問 沒有什麼好問 沒有什麼好說 沒有什麼 就這樣 然後我剛才看到有觀眾問 你有沒有什麼 染藍的深水骨 很多隻大業門 還有今次都可以納入很多 染藍的深水骨有一大堆 但是我想提到一件事 就是以往染藍之後 光環 是一個光環 現在我不可以說它不是光環 因為其實是染藍魔咒還是染藍光環 其實最主要都是看它的業務 對 你不要用一隻吉利去打死全家 對 2020年還是很高位 對 所以你要看它本身的本業 還不在升 是這樣的 所以 所以 你問我 我有6098 我有1801 這些 我還說我有 這些是染藍心水 然後 你都不是幫染藍 我不是幫染藍的 今天會炒什麼 2331 比亞迪 比亞迪 他第二次衝關 上一次下空 比亞迪的市值已經下來了 剩下多少 不過有A股 你怎麼說 我不會因為今天這樣 會因為有個會開 染藍的號碼 可能會出來買那隻股份 純粹我有那隻股份 我看完它 是這樣的心態 這樣做 回答一下1888 1888 然後去過禁止 188820元 之前是還沒碰的 我還是要跟張長去申請 做代言人 我們是101代言人 對 還有1888 對 1888 看看 OK 去過禁止之前 就留意一下 我們這個節目 跟Usmart的開戶優惠合作 一股的比亞迪股份 最近選強了 還有其他股市大數據分析服務 網上的醫療平台一年的會籍等等 還有現金券 怎樣才可以拿到呢 很簡單 現在趁這個休息 按入我們的文字描述 你按標題 文字描述 看到有個開戶優惠的連結 按進去 註冊成為迎立證券的會員 然後還有在那一版 留意在那一版 下載盈立證券的APP 再開戶 進去APP開戶 填上相關資料 還有500元的買賣交易 就會有我剛才所說的優惠給你 因為這個優惠 在這個節目 直至今個月底 大家把握機會 我們先去休息 大家可以趁這個時間 除了開戶之外 下載一些問題給我們 稍後詳細解答 請回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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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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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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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剛剛那次進去恆子新貴都是先進了國旨 安踏那堆就是國旨 所以我不知道國企指數現在是什麼東西 定位是什麼 中途站 升仙之前的一個訓練 我不知道 在那裏過了公司 市殿館 我會這樣去提 沒意思的 譬如6098 因為昨天跌下來 它真的入藍籌 它就會一下子爆發 但你不知道會怎樣 還有可以多看一隻海吉亞 我見有觀眾都問海登亞破位 破位這次進去的話 已經飛去哪條問題 就真的行不行呢 因為它真的破得很強勢 按一下 按一下圖先 6078 是吧 3%的升幅 真的啊 醫院 我是不明白的 應該有收購 是吧 要不然如何撐百多倍刑律 有一個醫院來的 是吧 有買過蘇州 三個星期之前 有收購 雲南 一個月之前 久不久都是收購醫院 合辦的動作 他跟151515 最大分別是6078 是專科醫院 譬如是說腫瘤科醫院 癌病 避尿科那種 有時候 骨科醫院 說華藝那種沒有專科醫院 也有 不過 醫院比較多 所以 海吉亞來說 人們覺得那個 賺錢幅度 所有東西都會比較漂亮 而且北瑞是非常喜歡這隻股份的 所以 你問我 突破之後 應該看上去什麼 就沒有了 只是說了 上面也沒有位置看 我只是提醒你一句 那個股值就有一點點離地 因為預測試刑率也有九十多倍 照道理 這九十多倍的人 應該是買一個還有一間醫院收回來 你才會下降的 看看他這宗消息會怎樣 而且 因為他有一件事 會比起1515不好的 就是他民營 很多都是私家醫院 很多都是 私家醫院要賣股份 只有復星 但復星現在變成疫苗股 和牧家那邊的醫院已經是 佔比很小 所以你說要在私家醫院找一隻有獨特性 有規模的 但是現在市值四百多億是炒出來的 你打個距離也算是大的 你自己賣了之後 我未必會這樣追上去 當然 幕後是要夾上去的 然後用什麼借口來推呢 其實跟其他醫療股份一樣 用收購 其他臨床試驗 或者哪裏的藥品是和牌的 其實是一樣的 今天不是今天 最近也是 很多醫療 醫藥相關的股份這麼強 我想都是這些原因 沒有其他辦法可以舒服得過 他剛剛四月做了一個收購 但不是很大的 只有17億 蘇州那個嗎 對 蘇州那個 麻煩大家告訴我 是不是這麼厲害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沒有去過蘇州 對 而且規模上好像不見得 會突然爆聲 只有這麼厲害 我先掃一下問題 669Morningstar問有什麼位置可以買的 669近來是很弱的 大家如果搜尋一搜尋Tatronic的話 你會找到他是在打官司的 我覺得是一個挺好的買入機會 不過是挺弱的 我就不急去買 看看他有沒有130元給你買 差一兩元不僅僅 都是在這些位置買的 因為他自己正在控訴那個RY字頭的牌子 他做的那些機器不是電鎖 他有電鎖 但他好像是類似一部 那部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機器 我看到他被控告那個 類似一部手提剪草機的物體 但是一些家居狐利的東西 有 充電那些 我懷疑就是那些 有點像地板打納機的東西 但他又不是完全打納機 很多複雜功能 一會兒看看 綠色的 大家看到的 他正在被控告 但就算被控告到侵權 我當他收了皮 搞不定 輸官司 這個牌子對比起他整個收入來說 就不是真的這麼多 說實話是很低的單位數字 所以我覺得反而是一個機會 因為他很少跌 因為看品牌 看他電鎖的八年 是過八年的老牌子 而且家居的部分業縮都不是差 我覺得可以買的 是這一兩元而已 美國的樓也升 所以我保持著都可以 唯一一個都是要六萬多元 一手都要 所以我覺得可以分住 你先進一手 再下一點 我接駁他好像 這陣子什麼時候 3月初的時候 賣掉這隻股份 你的條件就要高一點 我也會建議你 起碼買兩手 你買兩手的本是13萬的 你現在買了一手 然後再加多一手 兩手以上 因為有兩手的準備 你不知道過時是怎樣 是 就是這樣 因為他有兩件事 我覺得都可以留意 一個就是 成份股 當然比重不多 但另一種 現在的故事 就是由強轉弱 現在都 像是在走這種 對 所以又不是很急 好 我數一下其他問題 第二站多了很多 歐書單 25.4 973 973 25.4的貨 25.4的貨 這隻保留 3元 對 他25元以上可以頂到 3大外的牌子 1913已經上去了 已經上去了 已經上去了 已經推了 在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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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去 扔上去 我看60的 起碼 973 只有1910 還可以 都在回復 這些都是可以在這個季度裏想 1910可以買 可以慢慢 他站穩 他業績漂亮 慢慢去修復 973 你扔上去 30元 好 他的中港 一回復 是差很遠的 價場金銀1799 想入 有錢入 當然是 有錢入 你看 信義光能 最弱的 信義光能 四枝羊竹 這樣升上去 其實有點猜不到 又是看15元 其實跟科技股很相似 對 挺相似 對 太陽能玻璃的價格 其實是不一般的 所以其實 新的 不過他跌下去 那一刻 九六八跌下去 其實太陽能玻璃 也不是跌很多 不是啊 是升的 那些太陽能 是升的 那些太陽能 不過不搞他 不是新的能源 新的能源 新的能源 因為你也沒有理由 一看就看了 列口 試 我很沒有信心 這樣說 你唯有試 我就一般 這麼沒有信心 對 有人 Johnny問6881 很久沒有看過券商股 那如果你看A股 不如3908 他想買 6881 我就買6030 390 但是6030升了 但是6030的proxy 比較重 A股是怎樣 他就這樣 那我就會買6030 我買強勢 這些 看小的嘛 你查過指數 G1610 Bow就問現價可不可以入 那上面看多少 豬肉今天有些錢入 但是 很有趣的Yumi 這個行業 很難分析 豬週期就開始下降 那豬週期的意思 就是價會下降 就是供應多 但是供應多 但是供應多 然後 縱使那個豬價跌也好 其實中糧加階康 是會賺多了錢的 因為他多了豬賣 所以就是這個平衡點 但是在氣氛上 豬價落 是很不理好 這類別的股份去炒 因為大家聽到豬價落 他理得你供應多少 他不會得到大數 接著人們就說 罵無理率 怎樣怎樣 我就覺得一般般 你看的話 就看四元 如果你買了 而且這隻 我覺得很難買 六來七八疊 然後 農夫山泉 Vincent就說 最殘忍的那隻 哎呀刀星 如果 藍月亮 又不是六九九三 都可以啊 這個好可愛 大聲歸位 對呀 不炒殘的通常 六九六九已經回復了 我不炒殘而已 你正在問殘股 我寧願炒農夫 我都不炒藍月亮 這樣去做 但他三十八元 現在是賺回了 終於 給他多一兩元 又很少這樣 很少這樣 馬上玩完 炒多一兩元 但就不要覺得他整件事轉小轉 不是啊 純粹是強勢股的錢 進去弱勢的殘股 很明顯是這些元股的錢 釀審一點 對呀 全部 之前說的 車 科技 現在連這些內需 全部有這麼長 三九六八 招行 六十二元 有沒有機會達到 他想六十二元買 難一點吧 六十五而已 不會下很多 你看看他二天線的底 好像挺穩固的 經濟很不行 經濟很不行 顏色就要減回頭 所以就不像 難一點 不是 但是 他也是EM市場 如果面對著 又要看美國 他現在正在收緊 你想想 前陣子的內需多慘 那些公眾建築 全部都載下來 他都不下跌 所以 你預計六十五元 要第一住 我不是說他不到二元 但我覺得他差一點 你未必這麼容易賣到 Nicola就問 一二一一可不可以加 可以 打從他半導體 我都說可以 在最底部有利好消息 但你說看 看上面的平台算了 一百八十 不要看那麼多 不是那些二百元 二百四十元 其實殘股很容易看 你看之前的平台區 因為演繹可以有兩邊 這是觀察的 要不就是殘股也有人掃 市場不太差 另外一個觀察就是 去到殘股了 玩完了 掃了一股就收工 都可以的 我不是說轉好 不過我覺得是輪流 一個轉移 所以你看到指數 大家 SpaceX 你到底去按住 所以知道 筆領的因為股票會跌 dividing 意思是跌跌幾點 你在跟他在 剛才說的 我剛剛講過 我覺得那個股票也不就很差 應該要結合他們 好 Thatck Hyat Show問 請問中海郵8.91元的貨 要不要止蝕還是溝溝呢 中海郵 有跌了一點點 8.91元 8.91元 那是8元才知道 我們再回答三分鐘 6690元是30元有1800元 是不是要走一半 因為他剛才問比亞迪那位觀眾 想轉去比亞迪股份好嗎 等我一會吧 我老闆叫我 即是你現在要走嗎 不是 我老闆叫我 我給他一個訊息 可以自家 他問好嗎 因為他現在是1800元 是30元貨 想走一半去換比亞迪股份 嘩 這麼拼了 我覺得你這陣子可以看得上3334元 擺脫了他所謂的晶片問題 到那時候你才想是否1211 你給我擺脫了我會擺脫了一點點 我會擺脫衍的工具 會少些本金去充 因為太重了 1211 一下子 擺脫了7萬多元 你起碼會有8萬元 這樣擺脫下去 我覺得是有些什麼 上了180元就十幾元 直擺空間不是太多 其實是以百分之計 阿曼蕭問農園12.5元的貨是否繼續等下去 等到什麼時候 12元的買入價剛好在近地的頂 你回家鄉的就不好意思 那再算吧 Toris問北渡可否看200元以上 200元先 他們很難得擺脫了 是呀 還看了Billy 是呀 圖片都很像 剛才有人問京東有沒有OK 是你回答過的 300元 看看相片 現在的目標價很近 看完再看 因為五月份的市況是比較小心一點 每個位置慢慢去數 而且現在比較少人問你六七月怎樣 我也不問 因為都比較難看 市場的消息太多 Perry就問上來股 914 現在是否適合買果 914 這個問回大家 因為我這幾天被人挑戰 就是 我想是有人說的 我不知道誰說 我認識的沒有人說 水泥是夏天是旺季 我不知道是誰說的 我認識的水泥股 去到夏天 尤其是華南 通常是有順庭 有順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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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順庭 有順庭 通常是順庭 如果傾盆大雨 是開不了工的 很多基建 在冬天來說 華潤水泥股是一個王位 是因為冬天上面 北方就積光了冰天雪地 下面還可以 所以就要看個別 914來說 我自己覺得 又不是特別 是旺季或淡季 因為它是全國性的 我自己覺得 它是這麼多種 所謂的上游資源裏面 唯一一個辦法 沒有解僱過 是有什麼錯誤的 還有一份業績也 不見水泥價很升 所以 你現在買 我純粹覺得 它是挺便宜的 因為它是在底下下游資 接著你購買上50元而已 但是你說 那種類型的想法 就不是很適合 因為其他資源升的時候 它都沒有什麼 而且它因為 水泥這個東西 不是這樣挖出來的 可能我在做夢 我很少問上來過 所以我不知 所以你說 1313 因為它本身 水泥不是就這樣 是一個礦物骨出來的 它是要用煤炭 要用很污染的東西 用煤炭 要用高溫的熱力去燒 那種 煤炭價格上 其實對於它的人 是不利的 成本高 成本高的 其實 所以股價又看到是這樣 我就不是 純粹以股價低一點 你購買一點點 不反對 但是不是很適合 最後 331 Mabel說 黃瓦升那麼多 現價可不可以買 它是長線修飾的 長線修飾 6多 但是價格真的很強 保持破頂 我只提一句 只是課竿 我記得 我記得它的seekers 看不到課竿 我先看一分鐘 我看一分鐘 你說股權分布 不是 是課竿 我記得是課竿 7成多 是 7成多 自己 你炒就自己 可以試 7元 但是 只有玩 小心點 它是新世界的 是啊 中伏了 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你說什麼 不好意思 不過真的太高了 現在買下去 還有 它 我之前也有留意 它 因為Ryfe有推薦 有 但是 找不到位置買 是啊 追完 追又不是很安樂 那隻 是啊 它是一隻 香港物館股 其實可以這樣說 沒錯 好啦 各市還跌過8點 大家 小心點 追藥細股也不要那麼進取 謝謝希少的 拜拜 拜拜 再見